吕后,为何把欺负人做成人质?成为人质他能活多久,人质是什么刑法?这里是小豆芝历史,订阅我,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 人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兽刑者会被砍掉双手和双脚,挖出双眼,割掉鼻子,用铜水注入双耳使其失聪,再给嘴里灌入雅药,还得割去舌头,最后剃光全身毛发,最后将兽刑者扔入毛坑中任其自生自灭。 而人质这种酷刑的发明者,正是西汉的开国皇后吕后,第一个成为人质这种酷刑的受刑者则是汉高祖刘邦宠爱的妃子妻夫人。 那么,吕后为何把妻夫人做成人质?成为人质妻夫人活了多久? 其实,吕后之所以如此残忍对待妻夫人,也是妻夫人就由自取,俗语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看起来被做成人质的妻夫人很可怜,但她可远比现代这些知三当三的女人更可恶和可恨。 汉高祖刘邦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痞子,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于后家族是后迁到沛县的人,当初他爹吕文搬迁到沛县之后举行乔迁宴会, 游手好闲的刘邦带着个空礼盒去蹭吃蹭喝,结果宴会上会项面的吕文偏偏看中了刘邦。 他认为刘邦将来贵不可言,于是执意要把比刘邦小十五岁的女儿吕后下嫁。 就这样也算是白富美的吕后就嫁给了二刘子刘邦。 在结婚初期,刘邦对妻子吕后算是十分恩爱, 两人连续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鲁园公主和汉惠帝刘盈。 不过婚后很快刘邦就显现出了不务正业的本色, 他又整天不着家,跟狐朋狗友鬼混, 可怜吕后是既得干农活,还得孝敬公婆, 还要兼顾家务,照顾子女,一个人是忙里又忙外。 刘邦对家庭不仅没有贡献不说,还在外面惹祸。 刘邦负责押送离山囚徒时,在半路上他因醉酒放走了所有囚徒, 这种情况下他无法向朝廷交差,只得器官跑到盲荡山躲了起来。 这时候的旅后不仅要家里家外照顾, 还得经常偷偷跑到盲荡山去给刘邦送吃送穿。 再后来,刘邦趁着陈胜和吴广起义的机会, 跑回沛县招兵买马揭竿而起, 从此刘邦走上了王秦灭楚的统一中国之路。 刘邦四处带兵征战, 吕后则留在老家替他照顾一家老小。 在刘邦与项羽的楚汉争霸之时, 项羽在彭城之战中打得刘邦大败而逃。 刘邦在逃跑时,为了减少拖累, 抛弃了妻儿和老妇, 就这样吕后被项羽的军队俘虏了。 幸亏项羽人品还不错, 没有侵犯吕后,被项羽俘虏两年多之后, 正好楚汉一和, 于是吕后就被释放回到刘邦的身边, 可是当他回来之后才发现, 刘邦已经有了新欢, 身边多了一个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侍妾, 这个侍妾就是欺夫人。 二人经常是黏在一起, 甚至当下属向刘邦汇报工作时, 刘邦都要把欺夫人搂在怀里, 公然秀恩爱, 让下属都觉得很尴尬。 而吕后回来之后, 看到刘邦身边有了新欢也是无可奈何。 毕竟当时的刘邦可不再是二刘子, 而是汉王了, 身份地位今非昔比, 作为汉王三妻四妾也很正常, 所以吕后也只能默默接受刘邦另结新欢的现实。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 念及吕后多年为他操劳, 所以册封吕后为皇后, 册封刘盈为皇太子。 但是, 妻夫人也给刘邦生了一个儿子, 刘如意。 妻夫人很受刘邦宠爱, 因此她经常给刘邦吹枕边风, 称刘邦诸子中只有刘如意性格和智慧最像刘邦。 理应让刘如意当太子, 继承刘邦之位, 后来甚至她还哭着对刘邦说。 万一刘邦百年之后, 她和刘如意母子很难活命, 如果刘邦能改立刘如意为太子, 她愿在刘邦面前起誓, 绝不加害吕后和刘盈的性命。 虽然刘盈确实宽厚人弱, 性情与刘邦完全不同, 但是吕后很有手段, 这些都是刘邦所知道的, 所以妻夫人说得也很在理。 如果刘盈继位, 吕后很难放过妻夫人和刘如意母子, 因此刘邦逐渐有了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的想法。 吕后刻意忍受妻夫人抢走自己的男人, 但是绝对不允许妻夫人打她儿子的主意。 后来刘邦公然讨论费力太子的事情, 他把打算废掉刘盈的想法跟朝臣讨论, 结果周昌、 舒孙通等开国功臣和重臣都反对刘邦废太子, 刘邦只得把废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不过他并没有死心。 为了打消刘邦废太子的想法, 吕后只得向军师张良求助, 张良给吕后支了一招, 他让刘盈谦厚礼地去请商山四号出山, 商山四号是战国末期秦国时期隐居商山的四位德高望重的隐士,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 曾经多次聘请商山四号出山, 四人都不为所动, 刘邦非常敬重四人, 因此,如果刘盈能请出商山四号出山, 那刘邦自然能打消费太子的想法。 而刘邦后来还真请出了商山四号, 后来刘邦看到商山四号下山辅佐刘盈大为吃惊, 于是他还问商山四号为何不肯下山辅佐自己, 商山四号则回答称, 刘邦粗鲁不理禁毒书人, 四人宁死而不下山, 而太子刘邦宽厚人孝, 能理禁毒书人, 所以四人甘愿下山辅佐。 果然,如张良所预料, 商山四号一下山, 立刻就打消了刘邦废太子的想法, 虽然吕后按照张良的办法, 保住了刘盈的太子之位, 但是他始终还是恨透了欺负人。 刘邦打消废掉刘盈的想法之后, 就册封刘如意为赵王, 虽然刘如意封王, 但是刘邦也得想法保住刘如意的性命, 可他又想不出好的办法, 因此整天愁眉不展。 后来, 刘邦的秘书赵瑶建议选派对刘盈和吕后母子有恩的大臣出任赵国国相, 这样就能保全刘如意的性命。 赵瑶则向刘邦推荐了御事大夫周昌出任赵国国相, 理由就是当初刘邦公开召集群臣商议废掉刘盈的太子之位时, 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周昌, 也是他带头要保全刘盈的太子之位。 并且周昌为人正直不阿, 他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 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建臣, 向来以公正执法, 敢于直言文明于世, 在朝廷中素来很有威望, 连刘邦都对他敬为三分。 当初周昌阻拦刘邦废太子之后, 吕后为了向他表达感激之情, 曾经下跪拜谢他力保刘盈之恩, 因此周昌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刘邦一想确实可以把刘如意托付给周昌, 但是周昌是西汉开国功臣, 封决为焚音侯, 还有御事大夫的官职, 如果让他出任赵国国相, 那属于是把他的官职降级了。 所以刘邦不好意思跟他提这件事, 最后刘邦晚眠时, 他实在没有办法, 才以一个孩子的父亲身份恳求周昌去赵国出任国相, 尽力保全刘如意。 周昌一看刘邦, 如此也大受感动, 于是含泪答应刘邦出任赵国国相一职, 除了把刘如意托付给周昌之外, 刘邦还在临终前一再叮嘱刘盈要善待和保护好弟弟刘如意。 做完这一切, 刘邦也就认为自己死后刘如意能安然无恙了,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 太子刘盈也顺利继位, 吕后则以皇太后身份辅佐朝政。 刘邦去世后, 吕后立刻就对他遗留下的妃嫔进行了打击报复, 很多受宠的妃嫔都被发配去给宫廷干脏活累活, 这些人中也包括了七夫人, 只有极少数像汉文帝刘恒的老妈搏击那样不太受刘邦宠爱的妃嫔, 才被得以放出宫廷。 吕后对七夫人是最恨的, 所以七夫人也最惨, 吕后让他在永向操处冲坐, 还特意下令每天不许给他饮食, 让他忍尽挨饿地干活。 于是七夫人在干活的时候就发出了哀叹, 子为王, 母为鲁, 终日冲伯木, 长于死为武。 相离三千里, 当水使告绿。 七夫人这一次就是说儿子在外面当王, 母亲在宫廷当奴隶, 谁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儿子, 他就是希望刘如意能救他离开宫廷。 本来, 吕后就对刘如意在赵国有所忌惮, 他其实怕把七夫人折磨死, 会逼得刘如意在赵国起兵反叛, 所以吕后就想先整死刘如意, 再收拾七夫人。 吕后三次以刘盈的名义 召刘如意到长安, 就是想把刘如意召到长安, 然后弄死, 但是吕后的谋划被周昌识破了, 周昌三次代替刘如意拒绝了吕后的征兆。 而吕后也明白了是周昌从中阻挠, 因此吕后先以刘盈的名义 征兆周昌来长安, 等周昌到长安后, 吕后又以刘盈的名义征召刘如意到长安, 就这样最后刘如意还是到了长安。 不过刘如意到长安之后, 并没有立刻被吕后害死, 原来刘盈一直谨遵刘邦的林中 主托在保护着刘如意, 刘盈得知刘如意来到长安后, 就担心刘如意被母亲吕后暗害, 于是从来刘如意到长安后, 刘盈就一直与她同吃同住, 防止吕后加害。 但是刘盈摆密一书, 最终一天清晨, 她出去狩猎。 刘如意赖床没起来, 他们俩短暂分开了一个清晨, 刘如意就被吕后毒杀了。 刘如意被杀之后, 刘盈也就逐渐与母亲吕后产生了隔阂, 不过吕后并不没在意, 刘如意死了, 她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折磨妻夫人了, 因此她为妻夫人量身定制了人质的酷刑。 妻夫人在这种状态下活了多久呢? 在史记中又给出了答案, 居述日, 乃照校会地观人质校会见, 问乃知其妻夫人乃大哭, 因病, 遂于不能请。 这就是说, 在妻夫人被施以仁治酷刑数日之后, 吕后还邀请刘盈去参观。 妻夫人的非人模样把刘盈吓得大病一场, 刘盈病好之后派人告诉吕后称, 这种事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我作为母亲的儿子是无法治理天下了。 吕后如此残酷的手段, 吓得儿子刘盈此后终日沉迷酒色, 最终导致了她在23岁时英年早逝。 请不吝点赞,